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民间团体的代表 来就这个公务人员的退休的制度 还有年金的这个改革的制度来表达意见 那当然了这里其实我们也听到 就说很多的专家学者也提到 就说我们最近就说我们这个整个 不管是公保农保劳保军保 它的那个计算的方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就像刚刚所讲的 有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制度 然后不同的给付 所以这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在现今这样的一个时刻 就说整个我们所有的各种的退辅的基金 就说即将面临破产 或者说这个大家整个一个世代的一个不公平的 这个情况的呼声甚高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改革的契机 而这样的契机也刚好我们这一两年没有选举 当这等到了两年后呢 2014年又开始选举的时候 我想这些全部都免谈了 因此呢在这个此时此刻 真的是我们好好去检讨我们整个一个退休制度 退辅制度的一个时机 所以在这样一个当额呢 我们办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呢 最主要也就是希望能够听到我们的政府 到底你这一次改革的幅度到底有多少 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全面改革 一次改革 而且是完整的改革 一次到位 否则的话呢 如果又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然后呢先就某一部分呢 先改革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世代的不公平 或是社会的一个对立呢 只有更加的严重 那在一个对立的一个社会之下呢 即使说我今天零有 政府呢 高额的给付的这些退休 所得的替代的退休金的 这些的军公教人员呢 我相信他们在社会上 也不会过得很舒服 所以呢 只有一个属于公平正义的一个社会 一个分配正义的一个社会的话呢 那我想大家才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大家共存共荣 那刚刚呢 李这个王荣章 这个理事长呢 也提到说说 所谓的共体时间 重要的是在那个共字 就是大家愿不愿意放下 然后愿不愿意去救所有的问题的争点 好好去解决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其实刚刚一直 有人有提到 那有人没有提到 我们也看到 就说总统呢 我们的马总统在 这个昨天呢 这个报纸上呢 又提到说 哎呀 我们这个 他接见美国劳资关系委员的时候说 台湾劳工劳保年金 再加上劳退基金的所得替代率 已经有七成了 换句话说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这个军公教人员 所得替代率也是七成多 顶多到八成 那劳工呢 你的所得替代率也是七成 所以这两个相差不多 你们有什么好吵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 所谓的劳工所得替代率七成 这劳工所得替代率是依照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 劳工的这个薪资所得 是以多报少的 因为我们怎么样 我们在劳保里面是有规定说 你最多你的投保薪资只能够有一个上限 就是四万多 跟今天公务员 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是用你退休的那时刻 你的薪资的所得的 那时候的本分 本分再去把它乘以二 再去算你的替代所得 所以这两个基础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好用替代所得 所以两个都已经到达七成 或是七成以上 或是八成等等呢 那是一个不公平 一次在一个立足点上 不公平的一个算法 所以在这里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去看到说 我们的所得替代率 你是建构在什么样的情况 那当你的所得替代率 你用是用军工教 是用一个本分去乘以二的情况 刚刚其实也有委员也提到 还有我们学者也提到 就是说当你的本分去乘以二 高阶的本分是大于他的专业加级 低阶的本分是低于他的专业加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你同样是公务员 都还是有怎么样 肥高官受小力的这种情形 所以呢你会看到说 不只是不同族群 或是不同的职种 职业别之间的一个不公平 即使在相同的职业别里面呢 其实也是一个不公平的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 因为公教人员 他的这样用本分去乘以二 然后再去算他的所得替代率的结果 再加上如果说他是在 这个我们新救治衔接的时候的 这些的公务员的话 他再加上这所谓的18% 再加上我们的各种的 这个三杰的慰问金 年终的慰问金 再加上这个子女教育的补助费 这些农总加起来可能都超过 所得替代率可能超过百分之百 那一个退休的人 他的所得替代率超过百分之百 对一个他必须每天努力工作的公务员 请何以堪 所以这里其实也发生同样的 同种工作的 就是说执别的人 他之间的一个不公平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说当你的 就是你工作是没有诱因的 我退休有很高的诱因的时候 你如何去要求说 大家不要去退休 然后呢 请你继续的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呢 很形式上的在讲说 我们把它七五制变成八五制 再把它变成九零制 而你的这个所谓的诱因没有出来 该改革的不改革的话 那其实这里呢 就会造成这些的人 就说我勉强留下来 那刚刚就会有人提到的 那是不是造成所谓的 这个新陈代谢不流通 或是呢 有的人又提到说 对于这些的 不同的这个 执别的人 哪些人他的就职 就像说军中的 他们有提到说 你要一位六十岁的人 去上场打战 好 就是说他军中要去 跑这些步等等 那跟一位年轻人 四十岁或三十岁 说为什么军中要提早退休 所以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 针对不同的职业别 他的一个适当的一个 最他的一个 最精华的适当的这个年龄 去做一些不同的规划 那但是对于这些的规划 怎么样让这些当退休的时候 他所领的 这些的钱不会又高过于 这些呢 在已经在上班的人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呢 都是必须要去做一个 非常细腻 而且呢 非常精密 而且非常多元的设计 因此在这里呢 也就是本席要再次呼吁 所有整个这一次的一个改革 最重要的 我们要广纳意见 因此如何能够让这些的 底层的声音 各种不同执别的声音 各种基层的声音 能够被听到 因此召开国事会议 是有他的一个必要性 但是这个国事会议呢 除了广纳意见以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专业的一个议题 所以如何透过各个党派去推出 还有各个民间团体去推出 他们所敬重的专家学者 共同来组成这样的一个国事会议 好好的去精算出 去规划出 怎么样一个能够符合 世代公平 世代正义 而且能够是 大家就是能够接受的 然后一个是全面性的 完整性的一次到位的 这样的一个改革 是全民的因因的期盼 那也是呢 我们这个整个一个退辅制度 还有退休金制度 改革的一个契机 这个时机 这个时刻 我们不做错过了就错过了 所以在这里呢 真的是本席呢 再次的希望说 国事会议呢 务必的召开 这样所有不同的声音 能够听得到 那也是呢 这一次我们召开 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呢 让各种不同的声音 能够进来 那当然在这里呢 我们希望是说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听会 时间 专家邀请的还是有限 因此呢 我们希望说 能够更扩大 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 谢谢